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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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我带的云谷用掉了 要不然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去 耐心一些吧 等到晚上再行动 不过 这些兵营的部署有些奇怪 不像是屯兵 倒像是以那座塔为中心的阵法 情妹 你能看出这是什么阵吗 从未见过 这个阵法构画得十分离奇 总觉得有种 束缚之相 什么 修大哥说得对 感觉这里似乎是什么的封印地 或者想要束缚住什么 多的 我也看不出来了 束缚 难道与风水地脉有关 尚不能断言 但那座高塔 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 阿游 阵法古怪 可又看不出什么 你懂阵法 当然了 小秦桧 我自然也得回 算了 此阵法既然一时不能搞清楚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 以救人为先 秦妹 你先将此阵法构造记下 等此件事了 再请教余霞真人 嗯 好 这座阵 为何带有九泉灵力之气 是 这座阵法构造人之前 尽量不要和士兵起冲突 如果造成混战 波及到邝衣门就不好了 嗯 想这种秘密潜入 需要有高度的警戒 灵巧的身法 敏锐的判断 这可不是一般人做得来的 三游 你到底夜闯过几次线下派 嗯 那个 希望正是 那一位是盐湖 我们受村长所托 来救各位出去 呃 我就是 嗯 这的确是我叔叔的笔迹 但 靳影内守卫森严 马上就是夜港的换班时间了 不 我们会将此处到出口的守卫通通迷运 你们趁这个机会 立刻逃 只要到了裂峰谷 各位就可以和村长会合 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万一 万一失败了 他们还会放过我们吗 以前逃跑的邝衣 全都被抓回来处决 别提有多惨了 贪生之人 谈何自由 是啊 咱们和陆龙军拼了 若是成了 自然可以逃出升天 若是失败 村长他们 也不用再顾虑咱们 自己逃走便是 对 与其待下去 只要日备城王 大不了冲出去一拼 对 我们不能再这样了 就是 跟他们拼了 那我们行动 我带了迷魂谷 可以把那些士兵统统放逃 跟着我不方便 去看我桑大侠的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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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算把这些人都迷昏了 快躲起来 将军 月姑娘 让大胡他们几人一组 分散逃走 动静小一些 别惊扰对方 我们到那边去 阿游 情妹 你们带人继续撤 师弟 你和我去营仗那边探探 若有必要 还能抢占仙计 好 我也去营仗那边 这班旨 似乎在哪儿见过 将军 兵京时可准备妥当 兵京时已被阻 不 不 无必担忧 大阵所成之日将近 还望将军莫要掉以轻心 万无出错 这声音听着野耳说 这个人我一定见过 放心 我又募集了一批新士兵 等下 他们就会驻扎到这军营 有赃兵 那逃跑就不容易了 是火了 是火了 糟了 出事了 撤 去保护大湖他们 将军 物资区找火了 有人吸营 全军警戒 外人究竟处决 是 将军 小事一桩 本将自能处理 此刻营地救火人多嘴杂 保密起见 还请速速归去 跑 往山里跑 你们快跑了 快 一定要平安啊 我们挡住追兵 等到掩护他们远离为之 那个 阿姚 可以去见我迷幻谷吗 我只能够所生不多了 搞不定这么多人啊 打晕便 受死了就急 打 继续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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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把我们剑 一万 你也好帮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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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瞧了我 快 还想瞒什么 别想瞧了我 别想瞧了我 快 快 别想瞧了我 快 快 去 你还好吧 哎 别躲啊 哎 别躲啊 这边有机会啊 这边有机会儿 这边有机会儿 抓住一边 哎 快来吧 哎呀很厉害啊 射挥 先扯住 上 我可以努力的 姊妹 做得很好 独龙军听令 全部退下 爹尿心里 滴下了 你咋闭了 你妹ポ使过来 她的额 lock 没有想念的 在他们牙物里eral 真的假定 快 放过你的 还有 危险 放过来 交给我吧 大家快闪开 这东西人 冲死了 死里不可救人 快撤 阿勇 快走 不甘心 我不甘心 竟然在此 拿下他 阿勇 阿勇前辈 阿勇前辈 推毁那些冰晶石 交给本山神 兄妹 我们走 嗯 将军 这是贼人身上掉落的 三十五岩 阿勇前辈鲨 十二十四岩 你还不甘心 到这儿就要有人 到这儿就要 到这里 到这儿就要的 修大哥在 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计啊 兄弟 大恩不言谢 若是以后 有需要用到我的地方 尽管说 我没什么需要人帮的 对了 炎湖他们呢 此刻 响兵应当已到裂风谷了 我们去看看吧 阿游 阿游 你怎么样啊 阿游 疼 小琴 你扶我过去吧 阿游 也没那么疼了 那什么 我们赶紧去找她们吧 小琴 你的香囊怎么没有了 是那个 绣着茉莉花和仙霞标致的香囊 我记得你从小就戴在身上的 我回去给你找 不用了 我来在你身上的 我说你怎么就是这老师姐呢 你怎么这么说我 在山中修行 他平素内敛自持 非波噪之辈 我与他无胜妄碍 如今怎么了 他体内灵力阻止 或许 是主人 原来不是 认错了 他不会回来了 谢谢你们 还有山神大人 多谢相救 你还记得 你是怎么受伤的吗 嗯 那是我这 以谷中冰灵之气修炼 心之紧要关头 感到一阵强烈晃动 似乎是雪崩了 我修炼只是不能被外力所扰 所以才找了这处僻静所在 可震动太突然 我灵力大乱 这山中何时有过震动 是那时 我们与山神前辈 切磋引起的震动吧 没想到 竟然是我们造成的 丫头 你不妨暂且与芸儿定下 共存契约 你玉灵树为她疗伤 玉儿姑娘 你可愿意与我定下共存契约 让我助你调理体内灵气 但你伤好了 自可随意离去 玉灵树 你身上是不是带着一块天机护服 血石 不过 你是怎么知道的 方在混沌之中 我以为是主人来了 原来 是她的缘故 此物当年赠予明树 你是 明树门后人 正是 我叫月清叔 明树门曾助我灵力烈滑 蒙受大恩 尽又得诸位救我一命 我敏感于心 爷爷同我说过这段故旧 你应该就是 蜀山里掌门千金的冰玉灵吧 嗯 主人说过 有恩 一定要报 所以月姑娘 我愿意与你定下契约 留在你身边 哦 我懂了 那么月儿 以后 你就是我的伙伴了 嗯 蜀山 易如 已经过了很久很久啊 多谢山神大人 眼里 我既被奉为山神 自然应该庇佑而等 山神大人 不仅保护矿场 免于凶兽亲戚 现在更是救了我们全村 小人们实在不知道 该如何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呀 凶兽 什么是凶兽 啊 听说这几年来 凶兽不敢侵犯这座山 是因为前辈您 我与此间闭关 少说也有几十年了 不知所谓之事 莫摊在我头上 颜大叔 接下来 你们打算去哪里 我们商量好啊 虽然我们的土地和家园 都被白家抢走了 但是我们还有双手双脚 不管到哪里 只要肯努力 总会有一口饭吃 是啊是啊 当年我们就是 从中原来边疆开荒了 大不了 再到别的地方开荒去 这样也好 姑娘 我真的觉得 过去在哪儿见过你 就是想不起来啊 我 好 颜大叔 你们还是早点走吧 现在也不算太安全 若是卢龙君清理出道了 很快就会赶上来了 好 多谢各位恩人们 接下来做什么 你们 有什么安排 月姐姐 方才营地里的阵法 我已记录下来了 要给师父看看 你们要不要 随我一起回仙霞派 我师父见识渊博 或许 可以帮助解决你和仙霞 休大哥的困扰 那就逃让了